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想起小时候奶油味的拥抱 面对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李慧珍 胖于该如何应对 剧终 因为外卖在地上了 李慧珍只有去超市马面包牛奶 李慧珍尽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 可还是换来了白浩宇的一个臭骂 李慧珍原本想向白浩宇解释的 可强势的白浩宇什么也不听 正当李慧珍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的时候 迷路的老太太带着儿子专程找到李慧珍 并且向她表示感谢 这时候公司里的同事们才明白 慧珍之所以拿来的是面包牛奶 其实是为了帮助老奶奶而不易将饭菜撒地上的 白浩宇这时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错怪了李慧珍 白浩宇也不好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慧珍回家后就看见夏桥手里拿着鞋子一瘸一拐进来了 原来是夏桥穿了不合适自己的鞋后 脚后跟被磨坏了 李慧珍还细心地帮夏桥擦掉 慧珍觉得夏桥的鞋有这么多 为何要为了一双不合适的鞋而让脚受伤 可是夏桥却认为自己喜欢的东西 虽然现在不合适但是总有一天也会合适的 李慧珍告诉夏桥 只要是夏桥喜欢的东西 自己就一定会想办法帮她 因为李慧珍见义勇为的是 大家决定出去聚餐 而白浩宇却没有去 白浩宇在办公室里加班时 突然听见寒雪在和朋友打电话 寒雪今晚要出去和朋友聚会 没有做完的工作就想让笨笨的李慧珍做 白浩宇想起李慧珍在办公室里经常帮同事们做事 她突然有些心疼李慧珍 李慧珍即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还想着没吃饭的白浩宇 准备在超市里给她买一些面包牛奶 白浩宇回到办公室就烫到了食物 她一猜就吃李慧珍了的 白浩宇静静地看着李慧珍帮大家做所有的事情 甚至到了下班时间办公室里也只有李慧珍一人的身影 李慧珍在捡东西时不小心将手划伤了 根本想简单包扎一下就行了 没想到白浩宇连忙将李慧珍带到办公室 并且细心地为她包扎 白浩宇一直盯着李慧珍 慧珍就会觉得特别紧张 连窗口贴也撕不开 白浩宇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己手受伤了 慧珍还细心为她包扎的事 白浩宇还责备李慧珍 觉得她就是太傻 别人让她做任何事她都做 像李慧珍这样笨的人 一定没有朋友 李慧珍告诉白浩宇其实自己有朋友 小时候她的朋友搬家走了 但是她就是因为善良才交到了这个好朋友 她的朋友从来不需要别人施舍 不管是帮助别人做任何事情 但是在李慧珍看来只要能帮助到别人 她心里就会特别开心 她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所以她不需要任何人赞同她 只要自己觉得很幸福就行了 夏侨还约见了李慧珍 并且要求她穿西装 夏侨想让李慧珍扮演自己的未恢复 她不想再强过自己了 一双不可想的鞋穿在脚上总会让自己伤痕累累 事情既然开始了就应该好好结束 白浩宇开车离开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白浩宇突然又响起了小时候 母亲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被车撞后去世的 从此之后白浩宇害怕下雨 白浩宇突然走出车外 自己坐在路边拎着雨 这一幕恰好被坐公交车回家的李慧珍看见了 李慧珍连忙下车去给白浩宇打伞 看见白浩宇害怕 李慧珍还给白浩宇听了专属于他们的歌曲 白浩宇听见歌后才回过神来 看见身边的李慧珍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李慧珍将白浩宇带到了车上 李慧珍想开车送他回家 白浩宇想让李慧珍离开 李慧珍只好帮白浩宇找大家 下桥跌见的白浩宇一直没有到 林一幕开始有些无奈烦了 下桥给白浩宇打电话时才得知白浩宇昏迷的消息 下桥连忙和林一幕告别后就去找白浩宇 因为白浩宇正感冒 下桥还给白浩宇做了周 白浩宇特别感动 谢谢副主编的床隔天 二五就行 怎么会没有交集 每天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 怎么可能没有交集 明天上班不要迟到了 好 乱 好嘞 副主编 我上班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啊 忙你的去吧 好嘞 谢谢您的窗口 对不起 我 好嘞 我 好嘞 我 我 是 你 我 我